爸 说实话 您真的对我上任做总裁 那么放心吗 我云顶的女儿 差不了 还担心什么 可我还是紧张 害怕出错 以后要负责公司那么多人 我害怕因为我的一个错误决策 影响了公司 上任第一天紧张是正常的 等什么都按部就班了 感觉慢慢能找回来的 司机啊 建设路过了吗 我记得是刚才那个路口轨弯 怎么 今天绕道吗 对呀 我觉得好像也是走错路了 司机啊 你怎么不说话呀 赶快转回去 停车 车 爸 怎么办呢 你别怕 千万别出去 记住啊 你听见吗 爸 你要干嘛 你也不能下去 你记住 别出去 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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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别打了 喂 我们的妻子也能帮忙吗 啊 二十五 六 六 一 一 一 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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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久不见啊 于师叔 爸 你没事吧 童童 你看看 这是谁啊 段飞 改口吧 我是你老公 什么老公 你神经病吧 我救了你一命 你没谢我还骂我神经病啊 你这是什么头发 结婚以后染回来 结什么婚 你有病吧你 是 是我有病 竟然答应跟你结婚 谁要跟你结婚啊 爸 咱们去医院吧 爸 咱们去医院吧 我不能吃了 我曾结婚 啊 啊 啊 爸 他们到底是什么人啊 我也不知道 我会查清楚的 彤彤 我一句话要跟你说 人我已经给你选了 就是那个段飞 一会儿你去民政局登记吧 爸 你让我结婚 是的 你开什么玩笑啊 我没开玩笑 彤彤 相信爸爸给你选择的人 你准备一下 马上去吧 爸 这种事您好歹也得跟我商量一下吧 您不能这么武断 我说电视法都太突然 我现在也顾不了那么多 这段婚姻 不仅仅是关系到你的个人生活 更关系到整个红鼎集团 乃至云甲的命运 爸 我是您女儿 结婚这么大的事 您不能这么亲自替我做决定的 这件事 就这么定了 如果我要是不答应呢 您就不是我的女儿 爸 您怎么能 云总您好 您现在的身体情况 我们建议您进一步的留院观察 做一个更加全面的全身检查 全身检查 我爸为什么要做全身检查 我们现在发现 云总身上有一些潜在的病症 需要进行进一步的确诊 你胡说 不可能 我爸身体健康得很 你们一定是看错了 够了 我的伤我自己知道 你要是还认我这个爸 你赶快去迷诱你把婚给我揭了 爸 赶紧挑走 开解器 得比听见吗 我自己会走 你们家小姐怎么还不来啊 赶紧吃醉 我是来结婚的 我是来结婚的 你们穿着黑西装 戴个黑墨镜 已经够不吉利了 入口 入口 中间热子 入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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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在一面 入口 是不会拥有这个的 你的腕带呢 那个腕带啊 早都不知道它丢哪儿去了 那看来 这条腕带 不是你的了 没想到 真没想到 没想到什么 没想到 你是要成为我的法定小老婆 想想也觉得划算 肤浅 我说我爸怎么会把希望寄托在你这种人身上 是不是你威胁我爸 一定是这样 林小姐 我也是受害者 连自由恋爱的权利都被剥夺了 段飞 你变了 我变帅了吧 是 得了赶紧进去吧 再不进去 民政局的人都下班了 你们俩这是来办结婚的 是啊 这世道还真是变了 现在结婚的一会儿都哭丧着脸 都办离婚式 真搞不懂你们年轻人 哎 哎 从此 我只能看一个女人了 为结束单身生活感慨一下 段飞 你说够了没有 那我给你们办了 办吧 办吧 好 请二位去那边找张相 哎 哎 小姐 别 那么 我可以去哪里了 我可以去哪里找到 我来个人了 我可以去哪里找到 我的人呢 我可以去哪里找到